好 回來拍話春秋 這次剛剛講完金馬獎 我們都講明了 格蘭德今年亞洲電影節有選影一套叫做哈用家的電影 原來哈用家也是11月11日在台灣播映 所以我們看的時候都叫做新鮮熱辣的 你們看的時候有沒有導演的影後談 我沒有的 因為我看的那場是家場 所以沒有導演坐後談 Annis有沒有Annis 我那時候也沒有 我有幸是有的 但你也知道都是Zoom的 可以稍後補充一點 因為陳建堯也有講一些拍攝時候的事情 我們剛剛講過哈用家是一些 可以用另外一個角度去注入原住民的故事 其實他主要都是講一些泰雅族的生活 就是關於三代同堂的家座 竟然是因為這個選舉 就會令到一家人產生了一些異樣 然後再從而帶出一些現代文化衝擊著一些傳統的種族的問題 其實是這樣的 但是這個其實也挺有趣的 因為其實我們不會 我們台灣選舉聽得多 但是真的很少他 真的會拍給你看 在山上的選舉是怎樣去運作的 其實這個也挺有趣的 其實對我來說 還有他的切入點是很三身的 那個試試點是 所以我看的時候 就是不要再 其實我很怕 好像剛剛Annis也說的 拍一些原住民的電影 其實很怕他講那些很慘的東西 就是又說 又被人歧視 又什麼又什麼 但是這次哈用家他沒有這件事 他真的講 在山上那幫人的生活是怎樣的 你們兩位怎麼看這部電影 其實你們看的時候 是不是都好像我這樣 初初以為都是很慘的 原來都不是說那樣的 不是的 因為我大概知道他其實這部電影 但是他 正如我跟我自己的影友討論的時候 就說 他說那些哈用家現在 不是在拍攝搭錯車 不是那種十分鐘要哭一次 十分鐘四人淪淪一次 不是 不是 不是這些 其實他表面上 他是 都是好像一個很和派的氛圍 一個故事發生出來 其實他 他的事情其實都不是那麼開心的 剛才就說這一家三代 他們其實是 小時代代都是靠 種農耕和打獵維生的 還有他們 他們很有自己的一套 他們經常提到的加價 加價就是他們說 在泰亞族語就是一個規範的意思 例如他罵一個人 忽然間 亂來就說 你都沒有加價 這樣說 話說 就說 因為他們 你知道他們住在山上 他們一向都有自己的族人的法則 但是 原住民始終是一個叫做少數族群 而這個外面外面的世界 其實都已經是 一早已經是 漢人 現代人 其實他們 自己的權益 其實逐漸逐漸被人去侵佔 其實最簡單來說就是 他們 世世代代種的農地 其實他們有個大片的 大家忽然間 說要割就割 說那部份不是你的 但是 我們種了幾十年 都是那塊地 現在才跟他們說 現在不是你的 你要讓一半出來 這樣說 要不然你就犯法 對原住民來說 這個是 五頂轟雷 那幾十年都是這樣 你現在才說 我做的事是犯法 他們根本上就是把 漢人那套 那套 那套的東西 押到他們身上 要逼他們去就範 這件事 其實已經很不可 所以 在家庭裏面 那個長子 那個爸爸 就說 我寧願 與其投給第二個 不如我自己出來選吧 我自己出來選 其實他不是想去爭拳奪利 他是想透過選舉 贏了一個角色 去幫他自己 和他的族人 去爭取權益 但是這個過程之中 他也沒有辦法 他也要跟著那套遊戲去玩 結果是做了一些事 犯了法 而他不自知 挺無奈的 我看這套遊戲 其中一個比較大的衝擊 就是那個選舉文化 和原住民文化之間的衝擊 究竟有幾大 其實這個影響給我的感覺 其實都挺大的 因為你原住民 即你本身不同部落的人 其實很多時候 你都是會分別的 就是說我剃了一隻牛 就是剃了一隻豬 然後我就會把那些東西 然後分給其他人 這些是他們本身的生活 就是一個習俗來的 又或者我去拜票 就是我和一些其他的部落 去說 麻煩你請你投我的票 然後我就給你一袋豬肉 在他們的文化來說 其實這件事是很平常的 但是你一去到選舉這件事 其實這樣是賄選的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 一些現代上的文明 就是說到選舉要連結 就是不可以收禮物 更加不可以收錢 那這些這樣的規範 其實是在破壞著原住民的規範 就是我看對戲 我就會有這樣的感覺 其實說他們要去拜訪那些什麼 廟會還是什麼 就是開廟那些人 就是想你幫我參選 是呀 你那邊好像有一塊地 不如我們合作 開廟出來 搞什麼本地旅遊 其實他們這樣去 所謂的合作法 其實已經是破壞著他們自己的家價 已經是不可避免的 這個其實是一個家庭的比款離合 其實我們看完之後 你會見到其實他 其實當個大兒子就說要去選 的時候 其實他的家人都說 很貴的 你選的哪有錢 其實你可以知道他們 本身都已經是沒有什麼錢的 媽媽其實很多次強調 我真的沒有錢的 但是那個大兒子依然是我的 其實那個大兒子不是壞心腸的 就是他本身是覺得 與其我幫人抬拳 不如我自己出來做 我自己去拿回自己的權益 我不用經常被人披押 但是選舉不是普通人去玩 其實他又不夠人去玩 還有我們又看到台灣一些 就是那些選舉 其實都是拜票 飲飲食食的 其實你會見到他真的要花多少錢 就是要加一些街坊 加一些鄉親婦 其實我覺得他那個 那個選舉的文化 都挺古代的 其實都 都挺人為 你真的好像玩什麼青年選舉 其實我覺得浪費 就看看你會不會玩這個遊戲 首先就是這位主角應該 我看那部電影 他沒有一個背後的政黨支持 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你看他 他選舉真的是傾家蕩產的 嘔吐了你自己本身 整副身家都不夠 還要問弟弟借了 按了塊地來去選舉 那我覺得 其實你裡面一個部落裡面有多少人 你一個 你一個 就是你一個這樣的地方 其實可能你只有幾千人 但是你裡面用那個選舉 投資那個經費 我覺得很明顯是 我覺得不成正比的 我覺得是 還有他也挺有趣的 就是設定一個女 設定適合大兒子的女 因為他很早年就送一個妻 那個女就送了去 我沒有記錯是紐西蘭那邊讀書的 那他在外國回來 其實那個衝擊就是 他很多事情都看不過眼的 那他和他爸爸的關係都不太好 他經常覺得他爸爸好像 不是很愛他媽媽 就是那個感覺是 總之很疏離 那意外地發生了一件事 這個不怕講完 就是因為他有了寶寶 然後之後呢 原來是他 即是他很小的 只有二十歲都不夠 那怎知道他男朋友仔 就在外國發給一個驚喜 他就特地來到他們的鄉下去找那個女生 那就會有一些衝擊了 其實 但是那個衝擊不是壞的 就是他不會拍到很悲天敏人 或者是那些很灑狗血的情緒 反而是一些我發覺 是最溫馨的情節 就是男朋友仔來到他家之後 就開始面對他家 你會覺得這個男生 他會更加正面對這個女生 這個男生22歲 讀碩士 其實大家都好像 都很年輕 但是他會很勇於承擔這個責任 因為那個女生有寶寶 但是他的家人的反應 也是很好笑的 當初其實 沒有人知道的 當事人都不知道 當時人幾乎都不知道自己是有了 是因為那個阿嬤 說他自己夢夢見 什麼 阿爺報夢 說你家裡即將會有一個生生命誕生 周圍問媳婦 問自己的孫女 你是不是有了 結果就發現真的有人中了招 是 但是他們 這是很好笑的 他們 因為他們 這些是傳統文化來的 他們覺得 哎呀不行了 他有未婚產子 是犯了家的 那不行的 我們一定要招出那些豬 其實招出那些豬 招出那些儀式 這個也是馬上說的 其實招出那些豬 其實招出那些豬 我會覺得很不舒服的 其實是 但是呢 當你融入套氣之後 你會明白 其實招出那些豬 這件事 對他們來說 是一些 是一些禮物來的 是跟神的對話 我獻那些豬給神 神才能夠保護到我們 才能夠令到我們平安 你這樣看就會舒服很多 還有他招出那些豬 他並不會令到這隻豬很痛苦 他是一刀招來的 就等到這隻豬沒那麼痛苦 所以就會一刀解決了 這個是 這個挺有趣的 我看的時候是 是啊 那個情景當你看到這個家族 第一代的爺爺 他很快因為有年老過身 第二代的人為了笑 去了選舉 幾乎搞到全家家床很貴的時候 可能你想這個家家 是不是就這樣打破了這家人 整個家族 是不是就這樣四分五裂 傳統不能夠再延續下去呢 又不是 因為你以為傳統 沒有人承接的時候 其實冥冥中已經有人在 已經接受了 就像剛才瑞士說的 湯豬這件事 其實全家裡面最恨湯豬那個 就是堂底 他是很有趣的這個角色 年輕人一個 其實他最喜歡就是 跟著爺爺去打獵 他走去彈一些族的樂器 他最想做的是湯豬 因為湯豬代舉了他一年 湯豬其實也有一個重大意義 就是說 他是怎樣善待生命的意思 但是因為你說 你年紀太小了 你打都不會打 你還沒有資格 這樣 其實這套戲裡面 除了德國 這個小弟弟怎樣去成長 其實都頗有趣的 還有小弟弟 雖然他會跟著爺爺的 他吸收很 這個小孩 你會覺得他在承傳這些 泰亞族的文化之外 他也都是 但是他不會跟外間脫節 就好像他跟未來唐姐夫溝通 因為未來唐姐夫是不懂中文的 整口英文 是靠 是靠唐弟那些有限的英文 去跟他溝通 但是你會覺得 他跟他溝通 他溝通也好 你不要管 雖然那些三腳貓英文 但是這個 我覺得唐弟 其實他是提名最佳新演員的張祖君 他是能夠舒緩整套戲 比較沉重的地方 會舒服一點 其實看他 其實陳潔堯說他怎樣去發掘 因為那時候他拍紀錄片 拍了他做 是不是泰亞塞克 我忘記了 總之是拍原住民的紀錄片 拍過 那時候他拍到他 他那時候還是一個 更小一點的男生 到他拍《黑洋家》的時候 再找他拍 原來很有趣的 就是陳潔堯 因為其實雖然他是泰亞族人 但是他很小時候已經出了整個讀書 他成長期間是沒有受過泰亞族文化的分圖的 到他長大之後 他說他自己 他去那些原住民傳媒的機構做事 他發覺同事全部都是用自己的族名去寫自己的電郵帳 他自己就不知道自己的族名是什麼 要回家問人 他自此就覺得 很想知道多些關於我自己的族的事 但是他開啟連下族語都不會說的 他好像要去考試 要去考牌 那類的 張祖君鼓勵他 你不合格都不要緊 最重要是你們試過 他就覺得這個男弟 給了他很多鼓勵他 這部電影裡面他也有很多氣氛 他雖然堂底他不是一個主角 但是你們在法國裡面 他們很多東西都是透過這個堂底 去眼裡看出來的 好像說他們那裡的族要建一個 一間細小的屋寮 說要去宣傳不知什麼教育 他說公生前就說 這些要自己用人手去逐層搭出來的 但是當他公公正說 爺爺爺爺死了之後 其他那些工人建立 那些是起得很麻煩的 他就說 你為什麼要這麼婆媽 鋪一塊 鋪一塊帆布上去碟著就可以了 結果最後就出事了 那裡是很妙的 然後最後 當那個 什麼叫做偷工減料 正如好像現代很多東西都是這樣 為了省錢 為了省時間 偷工減料 結果最後他就倒了 倒了 原來反而傳統給你的智慧才是最擇實的 是 還有我說為什麼這套戲很不輕感人 雖然是一個選舉令到他家裡破裂了 其實大家都犧牲很多東西 甚至是兩兄弟反目 但是其實切肉不離皮 好像剛剛我們也說了 為什麼林尖真會會贏呢 我們看完這套戲之後 我們會明白 因為他真的是一個素人演員 整套戲裡面他都是講泰雅語的 其實大家很好笑 初真的以為林尖真會是不懂得國語的 但是你昨天看他有堅持 其實他懂得說的 然後之後他的自然流露 而且他真的很有那個麻麻的感覺 你會覺得很親切這個人 他真的帶領著 惹死了之後他就帶領著這一家人 有些迷信 有些迷信 有些很可愛的一個老人家 他令到你 好像阿麻麻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因為他聚集就是家人 但是就算兩兄弟有多不對 其實都最後是切肉不離皮 因為其實他都說過 泰雅族他們是很習慣 是一群人一起住 你看見他們就算有什麼事 都會叫親戚在一起 去幫忙做事 他們是一個群居的生活 跟現代的人其實真的有些不同 因為好像現在我們現代人生活 其實我最好就是親戚 親戚就最後到此距離 其實大家就不用見了 其實大家就不用見了 但是他們不是的 他們是 總之是那一族人的 就是一起住的 就算好像最後發生了一些事 大家都很不開心的 鬧翻了 但是到最後都會和解 其實他的故事 為什麼我說看得很舒服 他不會令到你很困難的 雖然你中間的過程 是令到很難過的 但是人生有不如意 十常八九到最後 其實最重要是一家人 一族人可以平平安安 可以簡簡單單的生活就不夠 而且我看到泰雅族他們當代的生活是怎樣 不只是說他們去打獵 怎樣去跳舞或者唱歌 是看到他們 原來他們很多都已經是信了基督教的 你發覺他們 聖誕節他們去唱 周圍好像什麼 唱聖詩 唱聖詩 我覺得挺有趣的 因為其實原來很多台灣的原住民 雖然他們堅持自己的傳統 之餘原來他們都信了基督教 這件事挺有趣的 是啊 阿表弟的名字叫什麼 叫義樂 表妹的名字叫義樂 挺有趣的 他們經常說從祖靈對話 要尊重祖靈 但是同時他們也相信耶穌 你會看到他們夾在現代之中 他們守護著他們的傳統之餘 他們上一代 甚至上一代 他們願意去接納一些新的東西過來 而下一代也會接納一些新的東西 因為你要新舊兼容之下 你那個族群才可以生存 拍得挺有趣的 就是說表弟他們去賣 擺當賣炮獎 那些小朋友 賺錢就賺多了給他 對 賺錢 小朋友不介意 不要緊了 給你 為什麼你這麼疏疏 因為新年我們會去賣荔枝 我們去賣荔枝 我們去賣荔枝 我們去賣荔枝很多 這樣說 可能 太族他們沒有農曆 新年這個習慣 原來 他們可能有自己的要求分 但是 他們混合了 聖誕節又會去唱聖詩 新年可能會去賣荔枝 加上他們自己的傳統 去賣荔枝 去分豬肉 你會看到一個很全面的 叫什麼 原住民的生活 山上的原住民生活 是的 而不是用一個很獵奇的心態 去看他們 是的 我真的很怕用一些獵奇的心態 去看他們 我們近年看的原住民片 已經沒有這麼悲情了 整套戲是在宜蘭縣的大同鄉 和大同鄉南山步落下的 所以其實真的很保持到那種氣色 那種很有趣 就像你 Annes說的 很純樸 之餘 他們又很現代 如果你有印象 記得 蔡北克巴內 其實那個主角 其實他本身真人是一個牧師 那你覺得 其實 這個可以分享一下 因為 其實我看那一場 就是 我講過有導演分享的 其實長路有人問一個問題 就是說 為什麼你們 這麼多基督徒 在上面 但是你們 不是本身已經有一個祖靈 就是 剛剛提到那個問題 其實 陳建堯對你的答案 其實和你一樣 都是說 因為他們 那時候很多傳教士 其實是 然後傳入了基督教 他們很多 那個宗教 你留意他們的家裡 是有十字架的 他們是信奉基督教之餘 但是他們也都會保持 他們原住民的那種祖靈 其實他說 這不是新舊交替的特色 這些就是台灣原住民的特色 他說其實 是挺有趣的 所以他這樣拍出來 就是說 其實是這樣的 其實上面 有些 其實不像我們看到這麼落後 他們都會買貨 又會 他們叫山客 是不是叫平面人 他們叫做 地面那些人 叫做平面人客 地面人是有笑的 你用那個形容詞 但是他們又保持著 他們又不會老土 他們又會看認識 又會知道外面發生什麼事 只不過他們是保持在山上住 那種意思 其實導演分享那樣東西 其實剛剛我反而 我覺得 其實你也知道他會說什麼 因為就好像剛剛 Thomas說 其實導演就是說 為什麼他要這樣拍 就是告訴你 那種新的衝擊 所謂現動的衝擊 其實是在破壞他們舊有的傳統 例如剛剛你們說的分地 他明明由祖先一直耕到現在 突然間就說 因為土地 那個地政規劃 就撐走了半邊地 這個就是一個傳統的衝擊 選舉 本來是令到一族人 可以很和平的 就是其實族人選舉 他本身有一個族人 就是他們部落會 本身有一個選舉的制度 但是因為加入一些所謂的 現代的選舉制度 就會令到族人群 叫族群分裂 在戲裡面其實都看到的 就是他以兄弟分裂來講 其實你看到那些族人 都各自有 各自有取向 這個也是破壞他們 那個傳統 那程義儀就是說 其實他很想拍這件事 告訴大家 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但是他們都很努力去保持傳統 所以他們會不斷去 有一些 叫展覽 或者是一些 叫做小型旅行團 告訴你們 其實山上的部落 其實我們有這些傳統的 還有他們現在 會更加去保持他們的議員 其實那個議員 你也知道如果你有看 在柯萊 因為他們不想他們 演員住民這麼團結 就是最好就 意於統治就是 將所有的議員 全部畫一番 但是近年他們 重拾一下 要覺得這件事情 其實一定要保留 這些傳統文化 不可以讓他們流散 所以現在很多的 就是像陳議員都說 你留意現在很多屬於 原住民的演員 像張振樂 他現在都用回自己的本命 就是要用回原住民的本命 來出發明 他說這些就是 我們現在年輕的一代 去怎樣去找回傳統之源 也都不會跟外奸 那個現代 跟現代社會有一個決裂 哈勇嘉就是在說這件事情 不過這套我也覺得 是難以再供應的 因為其實都挺偏的 那時候我記得香港 是有電影中心 是BC那時候有上過 他們太陽的孩子 但是真的很冷 太陽的孩子聽見歌再唱 那套他就用了一個兒童片的手法來包裝 相信是比較容易入口的 哈勇嘉就 其實他都很容易入口 但是他的名字 是那些 演員也沒有香港人不認識 不認識 真的比較難去 其實如果要去做市場 去宣傳 是需要花點心思 不可以再當是一套軍情片 去看他 那他現在的金馬獎 拿到兩個獎 我覺得他又多了一個賣點 去推銷這套戲 是啊 還有說了一點 因為我現在突然記起 陳姨耀說過的 其實這一群演員 除了王正儀 就是做弟虎的演員之外 其餘全部素人演員 怎樣去調整他們 他說原來是這樣的 他們是沒有劇本的 是很有趣的 他是沒有一份劇本的 怎樣去調戲呢 他說先組織他們去生活 等他們發生 就是等這一群演員 能夠產生了一些感情 然後每一場戲 陳姨耀會跟他們說 待會場戲會這樣發展的 會這樣做的 你大約要怎樣說這對話 他說是這樣的 所以陳姨耀說他其實 用了很多時間去推銷演員 去給演員 但是他說這樣的方式 令到其實如果你看到 你真的以為這群人是一家人 來的 因為那個感情是好到不得了的 你覺得是很有默契 但是其實是全部不懂的 其實是來自四方八面的族人 困在一起做的 這個是一個挺特別的 所以我覺得陳姨耀他拿了最佳導演 我們為什麼說他一定是 其實他不容易 他都說怎樣去訓練 你要怎樣去帶領一幫素人 去做一個這麼自然流露的演出 其實他的功力也是屬於導演 用了很多心機去幫他們排戲 幫他們聯合 如何聯合 去聯合感情 令到這套戲會這麼好看 這樣吧 蝦勇佳我們可以講到這裡 如果有機會大家看看有沒有機會會看到 這個碟 我不知道 我覺得都蠻蠻的 因為都已經結束了整個亞洲電影節 但是如果有機會 可以看的 我覺得這套戲真的值得去看 我們到這裏吧!